成年人最大的觉醒,看人要准,内心要狠,处事要稳,老子说过,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,胜人者有力,自胜者强,能看透别人,这是一种本事,能有一定的自知之明,这是一种智慧,胜过别人,说明自己有力量,胜过自己,才说明自身的强大,这四点,都跟现实的生活息息相关,人在江湖,不知人,就容易被人骗, 缺乏自知之明,就容易选择错误,成为韭菜,被人一茬一茬的收割,你不跟别人竞争,别人也会跑过来跟你竞争,不积累实力,不让自己愈发强大,终究只会沦为社会的底层,无法翻身,成年人最大的清醒,莫过于看人要准,内心要狠,处事要稳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看人要准, 所谓察言观色,老祖宗认为,人在江湖打拼,首先就需要具备看人识人本事,对方有什么目的,心性如何,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,在职场中,某个同事突然间对你特别好,你会有什么感觉,如果你是老诗人,就会觉得对方很善良,如果你是老江湖,就会感觉不对劲,觉得别人善良的老诗人,一般都会被人利用,拿捏,成为别人的盘中餐, 因为他们看不透人性心理的本质,不就人善被人欺了吗,觉得不对劲的老江湖,一般都能躲避别人的算计,真正做到保护自己,因为他们看透了人性心理的真相,可以通过各种手段,规避别人的套路,不说其他, 就说保护自己这件事,就需要我们具备看人识人的本事,对方识人,还是鬼,是朋友,还是敌人,是君子,还是小人,我们都要分辨清楚,虎豹不堪其,人心隔肚皮,险恶的人心,比豺狼虎豹还要可怕,如此,先学会看人识人,再调整相处的策略。 才是上策,所谓长恨人心不如水,等闲平地起波澜,这尘世间的人心,复杂得很,也特别善变,亦是一个样,这一刻,他是这个模样,下一刻,他是那个模样,又有谁能预料到呢? 正如王志文所言,人是一个复杂的多变函数,今天有可能成为你的朋友,明天就有可能成为你的敌人,社交场上,总有人想算计你,职场中,总有人想套路你,谈生意的时候,总有人想骗你,与人相处的时候,总有人想占你的便宜,你总是认为,自己对别人好,别人就会对自己好。 事实上,你的好,如果错付了,那你就会被小人,恶人拿捏,根本不会有好果子吃,就像农夫与蛇中的农夫,救了一条冷血的毒蛇,那他被毒蛇咬死,就是必然的结果,别怪毒蛇狠辣,只能怪农夫不懂得代言食人,现实中,如同毒蛇的人,也数不胜数,倘若你没有发现他们的眼力,那他们就会悄然来到你的身边,对你下手, 内心要狠,为人处事,最忌讳的,就是富人之人,犹豫不决,对小人心软,就是对自己残忍,总是摇摆不定,就容易自施苦果,东汉莫年。 军阀割据,其中以四十三宫的袁绍最为强大,占据北方大片领土的袁绍,虎视天下,有着统一四海,称王称帝的野心,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袁绍跟曹操展开了决定北方未来的大战,关赌之战,一开始,袁绍稳战赏风,将曹操压得死死的,不给曹操喘息的机会, 从表面上看,袁绍胜劝在握,可袁绍犯了一个错,富人之人,犹豫不决,缺乏一定的执行力,导致袁绍错失先机,许优出逃,给了曹操火烧乌朝的机会,赢得了关度之战的曹操,如此评价袁绍,袁绍色力胆薄,好谋无断,干大事而牺牲,见小力而妄命,非英雄也。 所谓的好谋无断,就是说,此人爱用计谋,但缺少决断,实际稍纵即逝,倘若总是犹豫不决,陷入到选择综合争当中,那迟早要完蛋,增广贤文,有言,人无伤虎翼,虎有害人心。 你没有伤害老虎的想法,可架不住老虎,非要来伤害你,你不对别人心狠,那别人就会对你狠心,终究是,心不狠,站不稳,特别是在纷繁复杂的江湖当中,老实,心软的人,都容易被人当成软柿子来拿捏,为什么? 因为他们不够狠,做不到拒绝别人,比如,某个远方亲戚找你借钱,你是选择借给他呢,还是选择拒绝呢,相当一部分人,都不会拒绝,只会接受,认为不借,就等于损了别人的面子,破坏了关系。 实际上,不借钱,最多只是让别人没有一时的面子,而借了钱,别人又不还你,就会让双方成为一辈子的仇人,一时的心软,会招惹来诸多麻烦和祸事,做人要心狠。 不是要人去做伤天害理的事,而是要人学会保护自己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,给自己一点余地,给别人一点防备之心,该拒绝就拒绝,如此,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。 处事要稳,如今大环境的整体方针,就是稳自当头,为什么要强调稳,唯有稳定了,才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,整体如此,个人也需要如此,普通人所追求的,不是什么大富大贵,也不是什么有权有势,而是让自己的人生稳定下来,给自己留有后路,余地,一个家庭,既没有存款,也不够稳定。 倘若狂风暴雨降临,这个家庭就会倒霉,倘若全家人都生病,一毛钱都拿不出来,这个家庭就只能等死,反之,一个家庭,既有存款,也足够稳定,哪怕狂风暴雨降临,也能稳如泰山,屹立不倒,在这个年头,谁稳定,谁就是最后的赢家。 普通人,如何做到稳呢?主要有三点,首先,要谨小慎微,时刻警惕,其次,要有最好的准备,以及最坏的打算,第三,留有余地,切勿极端。 对此,有的人会说,难道就不能冒险吗?富人有钱,怎么冒险都没问题,因为他们输得起,普通人也就只有一点保命钱,根本就输不起。 如今,社会的阶层逐渐固化,的机会越来越少,普通人很难接触到那些高利润的投资渠道,在这个时代,普通家庭存钱的目的。 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,而是为了求得一份安心和保障,如果家里有人生病,而你却拿不出钱来,那才是真正的悲剧,正如古语所说,闲时赚来及时用,可了挖井不现成。 如果你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存款不足,那将追悔莫及,无论怎样,我们都应该为老人和孩子们存下一笔钱,至少,我们要确保家庭的养老和教育得到,让生活更加稳定和无忧,曾广文中深刻地提醒我们,人无伤虎心,虎有害人心。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存有害之心,而是提醒我们在必要时要有保护自己的决心勇气,就如同面对潜在的威胁。 如果你没有防备,别人就可能加害于你,在社会这个大江湖中,那些善良,心软的人往往容易成为他人操控的靶子。 他们往往因为缺乏拒绝的勇气,而让自己陷入困境,面对一个远方亲戚的借钱请求。 许多人由于不好意思拒绝而轻易点头,他们担心如果不借,会伤害对方的面子,甚至破坏两人之间的关系。 然而,他们忘了,拒绝借钱最多只是让对方失去一时的面子,但如果借了对方不还。 那么,损失的可能是双方的友谊,甚至是自己的财务安全,学会心狠,并非是要我们去伤害他人,而是要学会在必要时候保护自己。 我们需要有防人之心,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空间,对别人的请求,保持一定的戒备,学会说不,是成年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一环,成年人,缺少的是食人的眼光。 稳定的经济基础,以及对自我保护的意识,在社会交往中,具备食人的能力,是至关重要的。 如果我们,不能辨别周围人的真实意图,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。 而无处深渊,经济上的稳定式生活的基石,拥有储蓄的人生和负债累累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,经济自由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和更少的压力,至于内心的坚定。 它是我们抵抗外界干扰和自我保护的力量,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只有坚定果敢,我们才能抓住机遇,避免被他人所欺凌,成为一只勇敢独立的狼,而不是一个软弱的绵羊。 这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追求的目标,拥有清晰的视野,稳固的经济基础,以及坚强的内心,这就是成年人应有的清醒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